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卡尔先生 你好 杰克 卡尔先生你好 来 安安几岁哪里人 24岁山东人 现在在长洲 居住在长洲 好 来 山东的卡尔 来 您今天想要跟熊哥说什么 跟熊哥说 不是跟你说吗 都可以都可以 熊哥在线上也理他一下 好的 我们一起来跟我们说什么 好 我先说一下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我们要对台湾的政治形势 还有外国的形势有个基本的判断 为什么 因为战争打成什么样 要怎么打 其实是取决于政治形势的 如果你单纯的谈军事技术 其实是落了下诚的 当然军事很重要 但是政治其实比军事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对政治有一些基本的判断 首先就是第一点 我认为很多的台湾人 他有种族歧视 所以他认为别人跟他一样有种族歧视 我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 所以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台湾人有很多人有种族歧视 第一点 我前一天看了自由的媒体 BBC 他说中国在内蒙古搞文化灭绝 种族灭绝 对吧 然后我看了BBC 他也说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 搞新疆再教育营 对不对 那为什么民主事件没有制裁中国 没有让中国的经济倒退30年 为什么 那是因为台湾人觉得别人的命 没有自己的命金贵 觉得别人比他低的 你看 中国搞种族灭绝了 但是民主事件不会制裁他 但是他如果种族灭绝我们台湾人 那我们台湾人是自由民主灯塔 所以别人比我们低的 那我是觉得人人平等 我反对这种观念 我觉得中国在内蒙古搞种族灭绝 民主世界制裁了他 中国以后 比方说现在民主世界是不是制裁了中国 就是禁止进口新疆的产品 是不是制裁 对不对 以后我们在台湾搞再教育营 以后美国也会这样制裁我们的 所以我希望台湾人民放行 以后我们在台湾搞再教育营的话 美国会以跟制裁新疆一样的例如来制裁我们 这是第一点 那也就还好而已 好 那你继续 对 但是我们要相信自由民主的世界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我找了几张图片 我这次刚刚搜了一下 哪一张 首先是这两张 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这个图 我在这个主板区里发一下 好 还有 还有美国的这个 人均预期寿命的图 就是这两年 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 基本上没有下降 但是美国的 它下降了很多 所以 今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 其实是比美国要高了 这是纽约十八博 对 对 所以说 这说明什么 如果你认为 说明中国 就是说 比美国强 你就错了 说明你已经被共产党给洗脑了 知道吗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首先第一 这个纽约时报 这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它就是收了共产党的钱 抹黑美国 知道吗 它就是共产党的媒体 第二点就是 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 现在是七十七点三吧 它实际上是被平均了的 一个共产党人 他活个几万岁 一个平均的正常中国人 活个两三岁 他一平均 就七十七点三了 实际上像共产党人 他能活很多人 所以说大部分中国人 人均预期寿命被平均了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大部分的中国人 老百姓活得很短 但是共产党人活得很长 共产党人活得很长 对对对 所以他就把这个数字 给平均下来了 我没有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内心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讲下军事 讲下军事 首先是这个 我发了两张图 首先就是 第一张图是 每年的下水吨位 就是海军的下水吨位 第二张图是这个军费 你可以在这边主板上看到 第一张图它是 18年的下水吨位 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下水吨位是20万吨 美国 日本 这些东西加起来 还都没有中国高 然后中国的军费 又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出现一个很搞笑的情况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大的分析 先不堪接触 只做一个大的分析 第一点 我们以十年为单位计算 过去十年 中国和美国各方面海军 各方面的军事差距 是否在缩小 第二点 中国跟美国 中国哪一年的军费超过了美国 那问题来了 为什么中国能在长期军费 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 甚至是十分之一状态之下 快速拉近和美国的差距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要问我还是问谁 我想说一下 还是你自己要讲 我自己有答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觉得大家看 就是说 对美国的了解很低 就是很差 或者说台湾人 他对美国的了解实际上是很差的 他就是觉得 美国天下无敌 确实以前美国是这样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工业规模的这个概念 举个例子 如果你开工厂 造了一批模子 然后通过这个模子 来印某个商品 对吧 你这个模子的商品 你这个模子 就是模具 是固定成本 50万投在这就投在这里 那你这一个模子 能够造的产品越多 就意味着这个 就是说它是有一个盈亏限 你制造的商品 小于某个范围的时候 它是净亏损 你要贴钱给它 它才能维持 你如果说你不贴钱 它就要把厂给关了 达到某个数量级 比如说你造500个东西 那也是亏本的 你造5万个 正好盈亏平衡 你要是造50万个 多出来的全都是净日利润 对 如果你看造船 你看造船业你会发现 中国的民用造船业 是在接商单的 它是在接全世界的造船业 大部分的船 都是中国造的 所以它仅仅靠 就是造民用的船 它就可以维持自己生存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 给民用船只进行补贴 它自己 它就是自己自作 你给它的单词额外的 它赚点外快而已 但是你看看美国 它的造船业 它是怎么着的 它美国自己的造船业 压根就没有任何的商单 因为你看全世界造船业 主要就是中国 日本韩国 所以它所有的造船业 它想要维持规模 达到一定数量 就只能全靠美国的军用 这个船来养着 方而言这就是 如果没有美国的财政补贴 这些船厂一个一个都要倒闭 那你如果你要给它补贴 就要巨额补贴 你要给它钱 让它维持住它不解散 因为它已经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 你没有市场竞争力 你成本不如别人 你就要关闭 但是关闭了就影响国家安全了 所以它就是靠财政硬贴着 所以这就是产生一种情况 就是中国的造船业 它的成本实际上只有 美国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甚至更低 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 就是另一个例子 是美国的防空业 为什么我说防空业 就是美国它造一个飞机 为什么能这么便宜 因为它自己的行 它自己的波音就很厉害 它波音很厉害 它自己就自给自足了 你额外给它的飞机 它就是它生产民用飞机的生产线 改一改 它就可以多生产一个继续用 然后就可以生产军用飞机 或者军用飞机的一部分 它就在民用生产生产 就能降低很多成本 如果它的波音全倒了 全靠财政支撑的 那个成本也是十几倍 几倍的这样往上增的 所以就是我希望大家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长期的军事对峙 消耗的是美国 现在这个GDP 就是说军费占GDP的比例 中国只占1.5% 美国占到了接近5%了 但是美国已经把军费的比例 调到5%的前提之下 它的军事实力竟然和中国在快速缩小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的军费已经挖到极限了 人家军费占1.3% 1.4% 这种情况之下 你还不能够跟对方维持代差 你还要被对方给追上来 说明什么 第一点 你的政治体制 你的各方面已经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第二点 继续对峙下去 其实对你来说是不利的 我就想说 我觉得这样对峙下去 其实对美国很不利 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大环节的一个判断 然后我说一下台湾 第一点 我觉得过去三年中美打了贸易战 对吧 那中国的经济是否有倒退30年了 没有吧 但是台湾人觉得台湾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做到美国三年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想象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没有跟你打贸易战 非常的有想象 他是觉得就是说美国他打贸易战的力度 台湾几发炮弹或者台湾平军队能做到 我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 OK OK 就是他能做到美国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他非常的有想象力 然后我发一下这个 发上我百度的一张图 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歼20 我看一下歼20 歼20是1997年研制的 对吧 然后他是14年定型 17年才服役 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武器 你现在研制了 那什么时候他明年就能出来吗 就能服役吗 不是的 他要20年才能服役 一艘航母他要是现在开始造 他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年之后他有战斗力 所以军事这种东西是实际上是什么 是严重落后于经济实力的 就是你现在你的经济倒比方 你现在的军事实力是取决于你10年之前的经济 20年之前的经济 20年前的科技 所以中国现在经济实力很强 但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跟现在的已经是不匹配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用花大家的钱 不用刻厉的去研发 正常的发展 20年之后 实力会远远超过现在 然后所以我是说 仅仅是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是取决于 是被20年前10年前的中国给拖累了 简单即使被拖累了也是很强的 然后我说一下 中国跟美国差距很大 为什么这么说 美国过去它一直打这个治安战 所以它打治安战之后 它就产生一种虐菜的心理 举个例子 虐菜 什么是虐菜 一个小国它有没有这么多卫星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多卫星的 一个小国它就是美国能够做到自己的信号频道 就是我能正常通话 但是对方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 它能做到这样子 所以它就思考了我如何能够最低成本的虐菜 它就没有想 它没有考虑过 一个国家能把它的卫星打掉 它没有考虑过一个国家能够把它的信号频道给堵塞 它没有考虑过这些情况 为什么 因为它打的国家实在太弱了 它的主战场就是 就是我在我装备完好的情况之下 去打一个瞎子 笼子 残疾 它所想的场景就是 我有完全的制空权 可是你跟大国打 你怎么可能有完整的制空权呢 你怎么可能打到 就是 如果是大国之间的空战 一定是有来有回的 但是美国的那种B2 B2那种轰炸机 都是我单方面殴打你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美国它军事的研发策略 就出了很大的差子 OK 最后面它就出了差子 最后 我觉得 最后一点我就是说 说一下关于台湾人的判断 我觉得台湾人的态度 还有这个想法也能够很大一程度上影响 这样的战争 第一点 很多中国人 还有很多华人 对台湾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幻想将 就是说 可能会让我们中国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种幻想是什么 就是首先 我觉得两岸同安同种 所以正常的我们经济发展 就不需要 战争就能统一 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的可笑 可笑到的觉得要看一看脑壳的地物 首先第一点 现在韩国的经济是不是比朝鲜要强 那为什么两岸没有统一 他们两个国家没有统一 两韩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统一 为什么 说明在经济之上有更加底层的规律 就是经济不是第一位的 有远比经济重要的东西 不然的话 你韩国应该统一朝鲜才对 对不对 他们两个不是同文同种吗 再举个例子 内蒙古跟蒙古是不是同种 虽然现在不同文了 那假设一下 蒙古的经济发展到3万 人均GDP3万 远远超过内蒙古 那内蒙古想不想会跟蒙古独立 想不想跟蒙古 会不会 不会 为什么 这是个国家认同的问题 首先我希望跟大家区分一个事情 我爱国 跟我是中国人是两回事 举个例子 我认为我是中国人 但是我不喜欢中国 这两者不冲突 现在台湾的问题不是我 我喜不喜欢中国的问题 是我不是中国人的问题 很多人他不喜欢共产党 他不喜欢中国 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台湾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是他的身份认同不是中国的问题 要怎么处理这样2300万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的问题 那你要怎么办 那面对这些异族蚂蚁 就不能把它当成自己来对待 你经济远远 你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过越南了 但是越南人是不希望当你中国人的 为什么 我跟你就不是一路人 为什么我要跟你统一呢 现在台湾跟中国是一样的 经济发展换不来台湾的统一 经济发展换不来台湾的认同 他就是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这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种人 也不必把它当成自己人 也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统一 你在打仗的时候 在战争的时候 一定不能对这些人留守 这些人留了手 他们最后是不会感激你的 还会认为你软弱 还会认为自己背后 会有强大的自由世界给他们撑腰 对 要炸就炸 要打就打 反正杀了再多的人 也没有关系 把这个信号频道封锁也可以了 所以至于就是说 在西方人眼中 我们在西方人眼中 已经搞过很多次种族灭绝了 你还多这一次吗 不都已经有新疆的集中营了吗 你都已经有新疆集中营了 你还怕再多一个台湾集中营吗 我们都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 你还以为我们在西方人眼中 是一个小白兔吗 对吧 我就是说 很多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 觉得我们在西方的心目中 就是 是一个贱民 所以我们要赎罪 我赎什么罪 我不要赎罪 我不赎罪 我做错了 对我就是做错了 我就继续做错 反正你们也就只能这样子 好 OK 好 谢谢卡尔你的分享 熊哥都没讲到话 好 谢谢卡尔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你捷克 拜拜 熊哥都没讲到话 他没有要问你问题 我听他讲的 好 好 好 来那个我先念一下YT的斗内 谢谢这个JA6 熊哥什么时候在跟西葛西照件做节目 上次武统节目感觉很不错 但 对登录细节和登录后巷站说的比较少 好 你还要做这个武统节目吗 做啊 肯定要做的呀 嗯 看情况嘛 就是 我到暑假可能 这个熬夜的条件就 就比较好多一点呗 嗯 但是平时这个 孩子要上学什么的 所以你今天已经晚了 不好意思 今天比较特殊一点 好 来我们再接一位啊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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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